一個爆破把門都炸飛 還有在一片空曠地面上引爆炸藥 以色列持續擊破哈馬斯地道 以軍不斷在加薩大進攻 範圍由北打到南 現在是猛轟加薩南部大城 甘尤尼斯的市中心 以色列聲稱自開戰以來 已經殲滅至少7000名的高階哈馬斯指揮官 如今在甘尤尼斯的市中心 随处都能看到冒出濃濃黑烟 市區不時警报大作 在甘尤尼斯市當地時間周日 也就是12月10號 又有難民營遭到空襲 至少數十人傷亡 一名父親崩潰在醫院大喊 顧不得自己身上也有傷 一顆心都悬在孩子身上 我們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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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門口急滿召集的家屬 大家急得把私家車當成救護車載用 醫院裡的傷患多到已經沒有空的病床 許多送進來的病患只能躺在地板上 空拍視角只見救護車一輛一輛開進醫院 這幾天死亡人數再度急速攀升 已經將近一萬八千人死亡 以軍宣稱有對甘尤尼斯市特定地區進行疏散 但問題是公告在網路上 而現在加薩根本沒多少人能夠連上網 以軍說撤離有公告 但是民眾到底知不知道又是另一個問題 傷亡不斷增加 似乎也讓美國快忍不下去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直說 以色列應該做得更多 但是現在加薩產況已經讓國際援助組織 都不知道該從哪裡先開始 聯合國的餐庫錢擠滿了人 因為大家每次來領物資都領不到 加薩中部地區超市貨架上幾乎都是空的 加薩人道危機慘的就是完全被封閉 幾百萬人逃不出 物資也進不去 除此之外 還有聲稱被以色列抓走 誤當成哈馬斯審問的平民表示 他們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加薩全境沒有一個地方能夠保證完全安全 就連最靠近埃及的拉法地區都傳出多起轟炸 儘管如此 以色列還是沒有放鬆攻擊力道 納坦雅胡公開向哈馬斯喊話說趕快器械投降 但是哈馬斯也開始拿人質開刀 揚言不留活口 還傳出目前有至少20名還在加薩的人質是已經死亡 隨著以軍擴大對甘尤尼斯的攻勢 看來要重返之前的停火換人質協議是越來越困難 此時美國白宮透過緊急命令方式 繞過國會要援助一萬三千發的彈藥給以色列 美國軍援以色列的立場也再度成為聯合國里各國調停 尾巴衝突的攻防焦點 TVBS新聞綜合報導